什么秘密,快说 其实东岩帝国和圣魔宗都不知道 恶夺国运只是表面 我们天机阁这边还隐藏着一个更隐秘的目标 如果我说出来,你可以不再出手吗 不出手,可以 那好 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可以让你自裁些罪 我尼玛,这是遇到的兵 反正横竖都是死,那我还说个鸡毛啊 你干什么,刚刚不是说好了 告诉我秘密,然后再自裁吗 你还没说秘密呢 说尼玛,什么时候说好了 随风小儿,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突然吼这么大声干什么,吓脑子一跳啊 信不信我给你两个大逼斗 卧槽,他脑袋呢 主人,好像不小心被你打爆了 这个周天际,当真狡猾 为了让我沾上被信弃义的名声 竟然故意吓我,让我出手打死他 哎,人心险恶呀 旺财,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天际阁也算是大研皇朝疆域吧 是的,忽略虚假皇朝这个计划 这块疆土隶属于大研皇朝 名义上算是租借 他们交过税吗 根据收录的大研皇朝记载 并没有天际阁交税的记录 没有,偷税漏税可是不对的呀 看样子必须得代为收缴了 亲王,你原谅他们了吗 很遗憾,他们罪孽深重 我已经仁慈地给了他们三次机会 可惜 哎,终究是我自己太过无能 没法挽救他们 不过我出手很快 他们是感受不到痛苦的 走得很安详 我相信他们下一辈会做个好人 亲王不要气馁 您对他们如此心怀怜悯 他们全下有之会感激涕铃 您这不是送他们上路 而是替他们洗刷罪孽 不错,如此可较也 刘燕,多跟人家小屁孩学学 人家觉悟多高 哎,这不是丞相大人吗 亲王大人 行了,别故意这么笑了 看得难受 怎,怎么回事 我居然无法躲开 好了,回去吧 上面回消息了 陛下同意你的计划 并且历史一定会照看刘家 这是历史的诏书 可问题是 你真要这么做 搞不好你也会死的 为了东言 一切都值得 从今以后 大言帝国在这边最高的指挥权 便交给你了 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大人,刘傲天派人送来一封信 亲王大人 疑惑者该称呼你为言吗 亲王此刻应该很疑惑 但切莫急着过来击杀我 不然整个皇城百姓进西城 会随我一同陪葬 见信后 请来皇城东的天字一号福利院会面 亲王,出什么事了吗 嗯 事情很严重 比我想象中的要棘手啊 亲王,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哼 别动 若我受到一点伤害 这陷空乱流俘虏阵就会引爆 别的不敢说 这福利院会瞬间崩塌 这些可怜的孩子都得死 你少吓唬我 我现在打死你 又能有什么后果 陷空乱流俘虏阵 乃是一种阵法俘虏结合的杀器 这主俘虏 跟我的性命相连 八道吩咐在皇城八个方位 我死了 吩咐爆发 空间塌陷 时空乱流涌动 皇城七城百姓也将必死无疑 你到底想干嘛 识破了我的身份 把我引来这里 该不会只是想和我聊聊天吧 当然 待这主俘虏完全启动之后 空间破碎塌陷 你我将会被卷入时空乱流 不过秦王放心 我们东延帝国皇帝已经应远 事成之后 大延百姓紧急迁入东延 安居了业 有点意思 你还是个心系百姓的人 立场不同 不得以而为之 我只能在保证东延帝国的利益下 尽量让大延百姓能够活下去罢了 你也是个狠人 不管我出手 还是不出手 你都逮死 为了东延百姓值得了 我很好奇 你怎么发现我的真实身份 我无论是清理现场痕迹 还是处理目击人员 应该是没有披露 三千戒狱中有种体修戒狱 这种戒狱灵气稀薄 资源匮乏 修行之人只能淬炼体魄 肉身非常的强大 一旦肉身成圣 十阶战里同阶近乎无敌 但是代价就是永远无法突破 十阶之上的境界 如果我猜得不错 秦王应该就是从这种体修戒狱 召唤而来的吧 自你出现了 阎王也跟着出现了 不过最终让我确定的秀是 那天你伸手捏我的脸 我的身法竟然躲不开你 这才让我更加确定了你的身份 旺财 结果如何 波及到福利院的风险是百分十二 目前最佳选择是按兵不动 就算是陷入空间乱流 有您的存在 可以稳固空间 对您来说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那如果我直接撕裂空间 把它丢进去呢 不行 还是会引爆福禄波及四周 为什么 他太弱小了 承受不了您撕开空间造成的冲击力 儿子 你还是太明星了 你 你是怎么察觉的 陷空乱流福禄镇 需要知心知人血系 当你选择暗中谋算为负时 就已经成为最佳的对象了 你真是个狠人啊 刘傲天 为了东言 这是必要的牺牲 等空间踏陷 到了时空乱流之后 主浮路就会自动引爆 那时这边的吩咐便会失去所用 好了 其忙 该上路了 卧槽 这是什么地方 这 这是海族中的圣龙遗迹 哈哈 圣龙遗迹竟然真的存在 可惜啊 圣龙遗迹只有人黄血脉才能开启 咱们这种普通人族血脉 沦落其中 只能沦为奴仆 终日为维护遗迹操劳 老死在这个地方 此处乃是圣龙遗迹 谁敢敢再次喧哗 什么 居然是圣龙遗迹的圣龙之灵 儿等蝼蚁 还不给老夫跪下 老人家 初次见面 为何行此大礼 怎 怎么回事 为何我的龙灵之威不起作用呢 还有 为何我当场给他下跪 老夫龙秋道 乃是人黄清点的最后一任圣龙之主 诸天介于赫赫有名的龙尊 怎么可能会被你一个人族小儿随阵压 蝼蚁 现在给老夫跪 无愧是圣龙之主 但从这股威压来看 应该只是一道分身 不然此刻我们怕是早已化成了灰心 小小泥丘 也敢自称圣龙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就只是个普通人 但在我家乡那边 我们也会称自己为龙的传人 什么 龙的传人 好了 现在 你可以消失了 什么狗屁龙的传人 没想到确实一个没有修为的废物 卧槽 怎么回事 主人 对方处于灵魂状态 直接进攻无法接触对方 由于你当前还无法修炼 所以没办法主动调动灵魂之力 那怎么办 在此我建议您打碎空间 利用空间乱流冲刷 你灭对方 你以为摸不着你 就没办法了 没用的 既然你不懂得利用灵魂之力 靠拳头怎么可能将这个状态的我打死 旺财 释放力量到万分之十 怎么可能 你连灵器都没动 怎么可能一拳把空间打碎 这可是圣龙遗迹空间 坚固之急 难道你没听过大力出奇迹吗 你 你到底是谁 想知道吗 我就不告诉你 完了 我好像给帝国惹了一个天大的祸事 通过召唤俘禄的奴隶之环 朕虽然感知不到他的方位 但可以确定他还活着 那个东炎帝国的杂碎 本帝当初就该弄死他 这个刘傲天 到底是发什么神经 为何忽然对亲王出手啊 可能他是发现了 隋风就是阎王的秘密吧 什么 亲王就是神秘强者阎王 隋风多格是那个阎王吗 他实力好像是很厉害 但确实没有修为境界啊 这如果猜测的没错 他应该是出自体修界与世界 这个难道你猜不到吗 不是很明显吗 很明显吗 果然 有些地方大 是要有脑子换的 不过陛下 您既然早就知道亲王的身份 为什么还要装作不知道啊 小时候听母后说过 体修界与世界的人 因为环境和资源 彼此厮杀不休 终日生活在争斗当中 所以他隐藏实力 应该是厌倦了杀戮吧 既然这样 朕就装作不知道 仰着他做一个闲散亲王好了 隋风哥哥若是这种体修 那么便是实际盛进无敌 在大延皇朝这特殊区域 简直逆天 难怪刘傲天要把他带走 这也代表一点 东延帝国可能要提前动手了 所以必须得将最大的隐患解决掉 不错 郑国玉玺的气息越来越成熟了 看样子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我只是问你东延帝国怎么去 你懂什么 亲王 您 您要去东延帝国干什么 你不要害怕吗 我这个人很善良 很讲道理的 虽然你之前做的事让我有点生气 但仔细想想 你都是为了东延帝国的百姓过上好日子 咱们只是立场不同 谈不上对错 所以我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你猜 是什么 我 我猜不到 哈哈 如此妙计 你肯定猜不到吗 就是 我去东延帝国把你们的皇帝打死 不就好了吗 瞧 绝妙到你讲不出话来了吧 这 这哪里绝妙了 你想啊 你做这么多 还不是因为东延帝国国运衰败 民不聊生 你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百姓过上好日子 对吧 那我去打死你们东延皇帝 让子若燕上位呢 东延帝国的百姓 一下子就享受到人族正统的国运赐福 立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不是吗 哎 好 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 但东延帝国不就没了吗 刘丞相 格局小了呀 名称 不过是一个代号 如果你很介意这一点 以后大延皇朝起个小名叫东延不就好了 而且东延帝国伯运衰败 说明你们这个皇帝是昏君 打死一个昏君 造福千万家呀 现在你只要告诉我东延帝国怎么去 就是颇天功劳 绝对可以轻始流明啊 来吧 为了东延 为了百姓 告诉我 嗯 好 一切为了东延 为了百姓 我告诉你 好了 秦芒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秦 秦芒 这是为何 忘了告诉你 人只有死了 才叫轻始流明 看吧 你这么对我 我还为你轻始流明 哎 又是日行一善的一天 臭呀 旺财 导航去东延帝国 主人 刘奥天提供的情报 乃是从南荒域到东延帝国的办法 如今处于圣龙遗迹之中 并没有办法定位东延帝国 可恶 那我就打包这破遗迹 这位大人 血脉 你若将圣龙遗迹打包 怕是更加容易 淋湿在空间乱流当中了 什么人 给我滚出来 大人 我此刻行动受险 被封印在这圣龙遗迹的内殿当中 实在没办法亲自去建一 好 那我就进去看看 你到底耍什么花样 怎么回事 这龙丘倒不是刚被我打入了 时空乱流之中吗 竟敢在我面前装神弄鬼 看我直接将你这圣龙遗迹打包 看你还能不能在这故弄玄虚 大人 您误会了 我并非是刚才您接触的那个龙丘倒 您千万不要毁灭这个遗迹 我感觉到你身上有老人皇的血脉一流的气息 想必您跟皇后已有很亲密的关系吧 您下次带人过来 还能够得到这个圣龙遗迹的宝藏 若是毁掉的话 岂不是太过可惜了 哦 宝藏 在哪里 还有 为何你与刚才外面那个龙丘倒长的一模一样 大人 刚才您弄死的是在下的施心魔 那心魔诡计多端 甚至利用遗迹阵法 将我封死在那点当中 他一直是想要离开圣龙遗迹 可我一直不肯告诉他离去的办法 就这么一直僵持着 哦 原来那个是心魔啊 我说怎么看他身上乌烟瘴气的 刚才你说 你有办法离开这里 哼 若是没被封印 自然是有办法让大人离开 但如今我被封印在那点 无法放大人规矩 这还不简单吗 我直接破了这封印不就好了 大人 有着老人黄的赐福 也有着帝皇规矩 你并非人黄血脉 纵然实力再强 恐怕也无法破开这封印啊 什么人黄血脉 这东西对我们炎黄子孙不管用 大人 这是人黄规矩凝聚成的封死之阵 若是用蛮力破开的话 我 我会死的 不好 大人小心 此乃龙鱼 乃是皇帝规则所化 这玩意儿能吃吗 大人 切莫冲动 这是老人黄定下的规则成灵了 吃了太浪费 浪不浪费无所谓 就是想尝尝味道 等等 大人 我可否询问一下 您的身边是否有人黄后裔 这规则之灵 对于人黄后裔可是有莫大好处啊 人黄后裔 我老婆就是啊 这规矩之灵若是能够待在人黄后裔身边 人黄后裔的至尊帝皇体制会逐步觉醒 并且还能融入那先天培语之中化为后国灵气 好处这么大 那么我只吃一口的话 有影响吗 爹爹 嘴下留情啊 什么 你不仅成灵还有生质 不对 你既然有了灵质 怎么会被狮献我蒙骗 将我捆覆 这不是好玩吗 这里好无聊到 所以就嘿嘿 大人 大人 有您这样的伟大存在 想来人黄后裔要不要这个规则之灵 无伤大雅 小老儿处于上课 请问大人 这鱼清蒸还是红烧 不如对半切 一边红烧 一边清蒸 鱼头剁了另外整 好 那就按大人的意思做 我操 爹爹 小鱼儿这么可爱 你还忍心吃吗 什么 都能化形了 这起码也有千年灵质了 不要乱认爹 让陛下听到可就误会大了 可我就想让你当我爹爹 爹爹你好强 居然能强行 将老人黄的意志抹掉了 我以后不需要被束缚在这 可以自由自在了 但是我又害怕别人抢走我 所以你就当我爹爹嘛 就像这位龙丘前辈说的 我对娘有莫大的帮助 我可以成为郑国玉玺的气灵呢 好吧 看来是得让陛下提升一下实力了 这样我这软饭碗才能稳当 陛下 北部百姓最后一批已经开始撤走了 看样子 他们是准备动手了 也毫不掩饰了 还有三日 郑国玉玺就会彻底成熟 国运彻底凝聚 自然是没必要再隐藏着什么 什么 东延帝国的皇帝东方高玄 他怎么还亲自过来了 不至于吧 这个东方高玄真有意思 身为东延帝国皇帝 不在自己国度坐镇 居然还到处跑 当的什么狗屁皇帝 我不一样 我是魔帝 又不是皇帝 没想到你来的还挺快 只是跟过去没什么区别 还是一样的风骚啊 什么 天机阁总阁主 周天机 他怎么也亲自来了 不太对劲 东方高玄和周天机 他们竟然都亲自过来 有什么不对劲 对他们来说 耗费将近百年的时间 辛辛苦苦谋划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亲自来盯着才合乎常理吧 他们在南荒域之外 不会被封印境界 这种特殊区域 总共就一个出入口 只要守在门口 仗着修为强横 更加万无一失才对 陈斗胆猜测 对方的计划 恐怕不单单是国运吧 但从我们目前知道的情报内容上来说 这次谋划 的确就是为了这正统帝皇国运呢 难道他们双方还有什么密谋不成 爹爹 咱们是不是又转回来了 大人可否再多绕几次 我好像大概能够将这一片的虚空地界 跟过去记忆中的路线重合了 哼 你这个笨蛋老头 都绕了一个月了 你到底行不行 放心 我马上就能找到出去的路了 好了 那就再绕几次 走吧 哎 也不知道 大爷那边 情况怎么样 看样子 到时候我得想一想 怎么来一个帅气的出场 但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